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西当外惠 一定要优惠 大家好 我是Vicky 今天要请到的是许氏的厂商代表 舒华来到现场 舒华 你好 大家好 我是舒华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知道煮饭 然后我们中国人就喜欢一定要一道汤 然后那个汤很多时候小孩就说 这个汤没味道 这个汤不好喝 又想说炖了一整天 伤口脑筋 对 就是很烦 可是现在不能说小孩子很烦 因为小孩子现在吃得很好 吃得很多 跟没关系 现在我们一个终极的 非常棒 这个真的是从我阿嬷的年代 只要去日本 一定会托人 或者是自己一定会带回来的 北海道伴手礼的第一名 北海道昆布 带来这边 那我们今天的组合是八包 是 你知道 我们这一期的特卖组合 推出来是八包昆布 对 然后有一个特价是99块钱 是的 这般来说我们市价是一包是12块99 对 那现在八包特价99块 本来如果含运费的话 加起来差不多120块了 对 因为你看他们自己网站上面 就是这一包就是12.99 那你买八包的话 就是大概103块2毛9块 那当然也还要运费再送去哪里 不管你住哪里还送过去 所以大概就是要市价 大概120块左右 那你知道我们东山特卖会 你知道我们有个 很厉害的主持人家 很厉害的副总 对不对 是的 你知道该怎么表示了吗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大包99块 然后我们今天再加送一包酒包 让大家长长久久 所以有跟公司特别深情 所以我们今天现在就是 酒包99块钱 含税免运费 所以不管你住在哪一周 我们就是日本北海道 酒包99块钱 让大家带回去 那当然我真的觉得我妈妈来讲 我跟你讲 这个布置自己自己用好 连送人都非常非常棒 尤其是朋友来家里的时候 然后我说这包让你带回去 人家一看到日本产的北海道昆布 爱死了 所以我再加一包 我的天啊 你确定吗 这可以吧 反正就十包啊 对不对 十包大家妈妈多爱这个 婆婆两包姐姐妹妹两包 这样子每个人都很喜欢啊 那尤其是北海道昆布 那这个是现在是等于是你们市场上 北美是你们独家代理 对 是独家代理 然后今天有小阿姨在这边 果然名不虚传 又多送了一包 那也好 反正实权实美 这个昆布呢 我们其实在日本呢 它是在原产地 就是我们的指定包装 然后帮包我们就是原产地 直接送过来 所以它就是生长在北海道 没错 包装在北海道 然后出国的 原装 原装包好了 然后出口到美国来 那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 因为有很多人会讲说 这叫做海带 其实就是名称的不同 可是北海道的昆布 一直是世界上非常非常有名 因为它海水的温度 是必须要全年保持在15到20度 它就是要在冷的低温 然后在5到7公尺 进行这样阳光 成长茁壮 它自然的条件要非常非常地棒 而且它因为海水当中 它含有非常多的矿物质 维生物 所以它出来的这样子一个昆布 品质 矿物质的含量 都会大于其他的地方 而且重点是你可以看到 它是用天然日晒的方式 它不是用有些 它是用一点加工的手法 可是北海道它是遵循古法 要天气好的时候 才可以出去采收回来 而且你知道吗 它这个昆布在海里面 它是长达几十公尺长的 对 它是那种用拖船要下去 没错 对 这样子捞上来的 是真的每一个步骤都很叮金 所以你看到的 为什么它品质真的棒 而且它每一片都是厚片的 对 厚片 尤其是发泡过后 你会看得到 对 这就是 跟一般的那种烂烂的那种昆布 是不一样的 你一定吃过那种暖暖的 对 对 那个海带什么 怎么那么不行 可是这个它是非常有嫩性 然后整个的厚度 厚片 薄度 那都会比吃起来是口感非常好 而且它有那种回甘的味道 而且即使你那个炖煮 炖煮一段时间煮汤 是 你还是会有那个韧度 还有那个甜味在 它不会煮太久或滷太久 就烂掉了 这整个糊掉了 不会喔 不会的 然后你看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昆布 像以前我们可能都是去菜市场 都是买发好的 乳好的什么 我们就可能这种比较天然的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所以你看到这个白白色的部分 其实这是一种含量 叫做干纯露的东西 所以你千万妈妈不要觉得说 这个好脏了 或者是有些客人跟我们讲说 你的昆布发霉了 为什么我的昆布发霉了 它是白色的 其实它不是发霉 它是好东西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不要把它洗掉 我们就直接用那个 一般来说讲究点 可能就是用那个湿布 把它那个上面的灰尘稍微擦一下 擦完了以后 你就是拿来泡在那个冷水里面 一般的话可以泡 其实大概两到六个小时 或者是有些人就是隔夜 然后那个水 你泡好的水不要丢掉 因为有些人觉得说 这个水泡了以后就把它倒掉 然后我只要昆布 那就很可惜 因为这个水 我们把它煮开了以后 就是你把昆布泡好以后 你就放在里面煮 一般来说不用煮太久 大概20分钟左右 然后你把这个昆布捞起来 我们就可以做料理了 那剩下的水 其实它就是昆布的水 对不对 那我们就是加一些柴鱼 一般他们在料理的时候 加柴鱼 然后你把柴鱼的渣 全部都滤干净以后 就是高汤 这个就是 你看看到没有 这就是昆布柴鱼高汤 对 非常棒 而且很清澈 外面火锅 光吃这一锅就十几二十块了 你看有没有 它是那种很黄金色的这样 非常清澈的感觉 这个就是北海道的昆布 才会有的特色 那它这个可以做汤底面 对 像比如说蒸蛋 茶碗蒸 或者是煮一些 就炖一些菜都非常好用的 不需要放味精 所以它等于是说 我这个昆布 我去发好的时候 我把它捏成高汤 高汤我可以用 对 然后昆布本身也可以吃 不是说只喝汤不吃昆布的 而且你知道 这个昆布本身来讲 你看它上面有一种 有点滑滑的那种感觉 对 那就是营养 那才好 你要知道叫什么 荷藻糖 什么糖椒之类的 这是对身体非常非常棒 所以这个整个你要这样 做成土味或者是凉拌 或者是要煮汤都非常棒 那像今天我们就 这个好好吃喔 我刚刚偷吃了一个 这个是有点像酱烧的 就是加有点日式的 我们可以加一些味蕾 加酒 然后加糖 然后就去煮 然后煮完了以后就 你小朋友可以当零食的 而且你看它完全没有油 所以即使冷了 它也很好吃 对不对 好好吃 而且它吃起来它不会 不是暖脱那种 你最口感是QQ的 有嫩度的 有弹性的 可是如果不是说 是硬到咬不动这样子 不会的 我最讨厌吃到有一种海带 是这样 吃下去是太脆的 我觉得那种不好吃 我个人不喜欢 可是它这是软硬适中 大人小孩都一定会爱吃 而且你会觉得它吃起来 不会有那种腥味 有些那种海带有一种臭腥味 不好吃 对 小朋友都不吃的 可是这个小朋友会很爱吃 对 因为它是那种 我们知道为什么北海道 昆布大会这么爱 因为它本身出来的味道是干纯的 然后没有腥味的 它不会有那种海里什么鱼腥味 什么那种的 所以你这样一点点 这样酱油糖下去抓一抓 就非常棒 然后家里一定要煮汤的 来 这里 这一锅 辛苦了 帮我们带这么好的一锅汤来 你看 这边 你看 你看这个 你煮一煮之后 里面昆布放在里头 加一点排骨 加一点山药 你看这个汤 有没有 它就多了很多的营养分在里头 完全不一样 那喜欢中药的 可以加点枸杞 什么红枣的这些 你看 刚刚是那种甘甜的 很清甜的那种感觉 有没有 清澈的 现在你加了排骨之后 它变有一点点乳白的感觉 对 因为你有酸药 两种不一样的 这样子味道在一起 不错 喜欢吗 好 我跟你讲 真的 加了这个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真的要把握一下 尤其是我们煎盖回去 为什么很多人觉得昆布非常棒 是因为市场上所有的昆布 90%是来自北海道 在日本来说 它的肉后味美 足后可以保持非常多的弹性 口感有点温度 重点是它的矿物质的丰富是 牛奶的23倍 钙质是39倍 而且昆布是非常棒的 调整酸性脂质的天然食物 而且它非常发挥 非常丰富的食物纤维 可以促进这样子肠内的活化 所以如果妈妈喜欢窑窕一点的 昆布绝对是首选 没错 所以真的要把握现场推荐的时间 尤其是昆布真的对大人 老人 小孩 孕妇 每个人吃优点都非常非常多 都生理的健康非常非常好 所以从今天开始 家里煮汤就丢快昆布进去吧 所以要把握现场推荐的时间 原本是八包 现在是升级到 十包99块钱 含睡免运费 加油 打电话 楼山特卖会一定要约会 推荐给大家北海道的昆布 那北海道的昆布 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它是深海昆布 是 然后它的那个 所有的营养含量 会比一般的牌带都要高很多 而且它的矿物质的丰富是 牛奶的23倍 盖子是39倍 所以你拿到的时候 你会看到上面 感觉好像有点白白的 像发霉的感觉 其实这不是对不对 这是那种甘露醇 是非常营养的 所以不要把它洗掉 所以我们今天是1899块钱 一起带回去 加油 打电话哦